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歡迎 今天呢 終於 終於是去我 很想很想去的地方 那就是光州啦 大家走 出發 那我現在就上車了 我剛剛差點停車離開 因為它的編號和我的電話顯示編號 不一致 我就沒有上車 然後我坐到30分 我才發現原來就是那班車 32分就開車了 差點上不到車 下個4號 現在就要坐4個小時左右 即是12點30分 或者29分就會到 待會再見 近來是超熱愛這個現世牛奶 它比一般牛奶濃濃多 超級好人 好啦 我坐了4個小時 我終於來到江州 沿途很多田 我來到江州 終於看到高樓大廈了 我現在要先去化妝 因為我時間是12點30分 是非常準時的 那麼 化完妝之後 再想想要去哪裡 因為我是居住Airbnb 它是要3點才可以入住的 但我跟它說了問 它可不可以早點入住 它說都要1點左右 那現在呢 就會先租Lokka 因為呢 我拿了差不多4.5kg的東西 真的 很難去一個景點 所以現在就租Lokka 我已經來到巴士站了 我第一站就會去 518的民主化運動紀念館 那就是會搭228毫的巴士去 那我就去到目的地 那我就不搭地鐵 地鐵有點遠 所以我就選擇搭巴士去到那個地方 那我知道去的地方呢 都是在附近 不需要再搭地鐵 是非常之方便 那我住的地方呢 就是在光州站的附近 11分鐘就到了 如果大家打算來光州旅行的話 一定要注意 那光州雖然說很大 但其實不是到處都是地鐵的 很多時間都要坐巴士去 那巴士的時間都是很疏的 大約20分鐘呢 才會有一班 那如果大家來光州旅行的話 一定要預足時間去等巴士 那我已經來到了 是超緊張的 因為是沒有人的 在後面 進去啦 它是免費的 那其實為什麼我這麼想來光州呢 就是因為呢 當年光州是發生過一個民主運動 那就是很激烈的 所以呢 我就很想來這裡 那為什麼我會留意光州事件 就是因為呢 2019年的時候 香港都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所以呢 令我呢 就很想來這裡 去看看 當年的大學生 怎樣為了爭取民主 而抗爭到底 那這個紀錄館呢 是有三層 那裡面呢 就會講述回當年 為什麼有這場運動的起因 那也會放回當年學生參與這場運動 而留下的鞋子和衣服的 那裡面呢 也會放回當年的紀錄片 以及報紙給大家去看 我已經看完出來 它總共有三層 那裡面是有 說得是很詳細的這個民主運動 那當時呢 還有漢字的 那現在呢 我就出發下一集 那我現在呢 剛剛就走完 地下街 那地下街 真的超級夠 超級夠 真的 有點像大陸的地下街 我覺得高速巴士站的地下街 已經算舊了 它還比高速巴士站的地下街還舊了 我現在來了一條街 其實我是五膽五撞 裡面是很像明洞 即是好像我上次去大休 那個雲大街 類似雲大街的街 我現在就先走一走 現在呢 就會回去 AB&B 對了 首先就會去了 光州站 拿點東西 之後再回去 AB&B 11分鐘很近 這個光州旅行 真的很刺激 所以今天呢 早上呢 差點呢 就走一班車了 然後剛剛呢 不是呢 爛了 唉 真的 好不行啊 現在就走回去文福 唉 還要走錯路 現在是轉回頭 Next 哇 一聲呢我已經到了 B&B了 我就跟大家Won tour一下吧 那在門口 然後旁邊就有廁所 是超級大的廁所 它有提供毛巾和浴露 有 拖鞋 我自己是自己的 所以就不會用到的 進去之後呢 其實是一間的room room 是一個開放式廚房 之後呢 裡面呢 就是有衣櫃 微波爐 書桌和書櫃 還有一張床 它有提供充電器 還有窗 這竟然有電池 噢是沒有 因為它拍出來是沒有 還有一張桌子 最重要是有八年新鏡啊 我錄影給我 我們出去 唉 它流海已經插光了 我沒有夾到頭 因為呢 如果我夾頭 應該會很硬的 我屎上呢 在韓國搭得最多辦事的一天 應該明天也是 現在呢 就在走到第二個景點 坐車都坐了四十幾分鐘 坐到就是找車路了 現在就要走 超多二家 去那裡呢 是要走 五至十分鐘的 我在搭ITX的時候 我吃了一個飯糰 到現在都還沒吃東西 現在已經是四點半了 現在要去那裡呢 吃個蛋糕先 因為那裡的蛋糕呢 是超級可愛的 我在網上找 也很多人推介這間咖啡 所以就開啦 那如果大家和我一樣很喜歡 咖啡的話呢 那這裡就很適合大家了 那它大致上呢 就好像鹽南洞一樣 附近有很多很漂亮的咖啡 價錢呢 都是很合理的 如果大家和我一樣喜歡 咖啡的話 應該都知道 如果去一些有主題 或者很出名的咖啡呢 都可以等半個小時 至一個小時以上 那這間咖啡呢 都是光州算是很出名的人氣咖啡啦 但是我回到去呢 在星期六大家可以看到 是沒有什麼人的 我去的時候 亦都不需要等位 就已經可以喊東西吃 喊而喝 是非常之好 那這間咖啡呢 都有它的自家品牌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買的 那價錢就見仁見智啦 那我已經來到咖啡了 那剛剛這麼巧 這裡是不需要等位 我就有位置坐了 然後我就點了食物啦 那這間到齊 我就跟大家介紹啦 那這裡呢 其實都比較小啦 那如果真的有很多人來的話 應該要等很久 那我的東西已經到了 那我就買了一塊 最喜歡的 松鼠餅 之後呢 還有就是 Tiramisu 其實它有個大蛋糕 但是我怕我自己吃不完 因為之後呢 我會去吃飯啦 吃個Tiramisu 就算了 其實它不是很便宜 但是 不要緊啦 因為我真的很餓 之後一杯 Vanile Latte 它這裡是有公仔的 其實它可以買一個杯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買的 那我就 不客氣啦 Next 那上機中途沒有電 就說 已經來到我晚上吃飯的地方啦 那這間餐廳呢 是主打吃牛肉飯的 那在光州呢 是很有名的一間餐廳 那我那天去到呢 門口已經是排了很長龍的隊 那很多都是情侶來的 那我因為是一個人的關係啦 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好處啦 那我是不需要排隊呢 那我已經進去了啦 那是非常之快 那這個牛肉飯呢 看起來好像很小啦 但是實際上呢 它份量很大 牛肉都非常之多的 那如果大家喜歡吃牛肉飯的朋友 都可以去試啦 那它首爾也有一間分店的 那我已經吃完了 出來了現在就 去逛多一會就回B&B了 那我吃了價錢呢 那就是 那就是 16,000元 那我是覺得是非常之好吃啦 那它份量呢 都很多啦 牛肉呢 它不是說 好少啦 它都是中等多的 那之後 那賣單的時候呢 它是送我一支野力多啦 是非常之好啦 我覺得大家 來光州的話 一定要吃這間啦 Next 你好 今天是Day2 那我剛剛打算出門口的時候呢 我的袋子爛了 就是昨天爛了相機的咪 今天就是爛了那個袋子 那呢 那今天呢 我就會去Vago Cafe 之後就會去那個KPOP街 原本是想去動物園的 但是 因為呢 時間呢 都有點 久 就是一去一回 時間都比較長一些 所以就決定取消的 那呢 夾著我的頭呢 就出發啦 我們待會見 那現在呢 就去了 光州站呢 那個行李 櫃道 寄存了一些東西 之後呢 再會出發的 我現在就來選擇 Finders Playbook 那是昨天 留意在網上找的 那我已經到了這間的Frada Bagel Cafe了 那它是有兩層的 那現在的時間呢 是11點33分啦 其實它是還沒出光的 那因為現在的時間都是很早 所以其實呢 有很多位置 那我應該坐在 有玻璃窗的旁邊啦 那因為一間拍照的話呢 都會比較漂亮的 那我點的已經到了啦 那我是點了一個 雞蛋 Bagel 那裡面是有 我超不喜歡的洋蔥 那這個價錢呢 就大約是五至六千瓶啦 那其實跟手衣呢 是差不多價錢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 很喜歡吃Bagel的話 都可以來這裡去試的 那這家Bagel 其實在網上的評價都很高啦 那這個Bagel呢 是非常之好吃啦 那裡面有雞蛋啦 有青瓜 也要有蘋果 也要有洋蔥 雖然我不太喜歡吃洋蔥 但其餘那三天是非常之好吃 而且我是非常之喜歡 那我吃了手衣呢 好像是沒有的 如果大家來到韓國啦 如果大家來到韓國啦 如果中途呢 流海呢 塌了的話 其實大家不需要的 大家可以去Olivia 或者去拍攝人生四格的地方 都可以夾頭髮啦 Next 被我逛街的時候 發現了一間超大間的原創店 那裡面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創貼紙 紙膠帶 手帳 手帳 等等的東西 那它價錢呢 都是跟手衣一樣的 那一張貼紙大概都要2500W 起跳啦 那大約港幣都是15至20元左右而已 那是便宜過香港很多 剛剛呢 剛剛呢 在原創裡呢 大樓了應該也有半個小時 完全不能出來 所以我昨天呢 已經逛了一整個小時了 所以就不確定我今天要買這些東西啦 剛剛就買了啦 那雖然有很多東西都想要啦 但是呢 欸 就是金錢上呢 有限制 所以就買了 一半 因為香港買很貴 香港買了三十多元左右 這裡買了十五元左右 我剛剛去了Daiso買的腳架 我呢 直想買很久 但是因為我覺得呢 太大過呢 好像很不方便 今天第二站 就是這個啦 那我已經來到這個大卡的地方 那旁邊因為有車子 所以我就上來了 所以就走得不太清楚 那呢 剛剛又坐在這裡拍照啦 周圍也有很多垃圾啦 那我在網上呢 都找到一間人氣都很高的304咖啡 那這一咖啡主要是吃草莓蛋糕和賣麵包的 但是因為我那天呢 就有太飽的關係呢 我就 沒有叫到的 那就是叫了一杯油脂茶 那這間咖啡是有三層 那第三層呢 那就是辦公室來的 那就是第一和第二層可以用的 它的麵包和蛋糕真的很吸引 我現在呢 我現在呢 就幫我弟弟去買客 然後再下一陣呢 那我就去買 iMPX版首爾了 我想說其實這裡呢 比我想像中 是 是 好玩的 所以 因為可能 我想去的地方呢 都不需要排隊啊 不用說要等很久啊 那我剛剛就買了一支 吉屎棒 那我現在就等到這裡去走 我現在就等到這裡去走 之後就去 光州站啦 那這條片呢 到尾聲了 那我本來是打算去光州公園 那是免費的 但是因為時間 有限啦 真的沒有去到 真的超可惜 那希望之後 有機會的話可以來一次 三天兩夜的光州之旅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點影片再見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條片啦 掰掰 按讚 訂閱 阿滴 超 超 超